尊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2020年度的 罗伯北美盘点视频节目 今天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时刻 此时此刻 我们就在罗伯北美 在美国洛杉矶的制作中心 这里就是我们平时拍摄节目的地方 那么据我所知 在众多的同行中 也没有哪一家机构 拥有如此一个高规格的制作中心 那么在罗伯北美正式运营这8个月以来 在仅有两名主创人员的情况下 我们成功的产出了66个视频 这种高产也让业界悍然 那么今天在这个年终回顾的节目 就请大家为你们喜爱的车型 以及热爱的节目 呐喊助威 首先我们要来盘点的 就是我们的视频 在各个主流的视频网站上 播放量最高的视频 那么第一个 我们选择给B站 因为B站这个平台 是目前年轻人最喜欢的一个视频网站 同时呢 也是业界认为数据最真实的一个视频网站 那么现在呢 我们罗伯北美几乎已经变成了 罗伯报告在B站上的视频担当 你们说对不对 弹幕啊 弹幕 那么这个视频呢 就是我买下了保罗沃克的R34 他让我彻夜难眠 这个视频就是讲述了两个爱车男人的故事 当时呢 这个主角呢 一个人当然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 这个速度与激情的主角 Paul Walker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对我们节目非常支持的 在美国玩车非常资深的一个老大哥 山丽 然后这个整个视频呢 前前后后 我们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来筹划 光光都这么说了 就是你现在再让我拍这么一个视频 我都拍不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在微博上 罗伯北美播放量最高的一条视频 因为罗伯报告本身这个账号啊 在新浪微博上呢 就是一直处在榜首这个位置啊 像月露书啊 自由观这些节目呢 常年都是百万级的流量 那罗伯北美去年这一年 在新浪微博上流量最大的一条呢 就是丰田的SUPER那条视频 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啊 试驾了太多的这个 非常有情怀的日系性能车了 所以大家对于我们试驾了一个 全新的日系性能车呢 都非常的感兴趣 那么同时呢 那条视频呢 我们也是作为全球第一个中文媒体 拿到的这个实驾车啊 给大家拍了一期牛魔王SUPER的视频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在油管上 我们播放量最大的一条视频了 这条视频呢 同时也是现在整个罗伯报告账号 在油管上的第四高关注度的视频啊 油管这平台呢 作为海外华人最热爱的一个视频平台 同时呢 也是部分VPN用户最喜爱的视频平台 希望大家在这个上面呢 也多多的关注我们 这条视频呢 就是我们当时去拍的一个警车的视频啊 其实在这个拍摄之前呢 传统印象中美国的警车大多数是这个SUV啊 福特的探戒者那一款 之前呢 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结果去到那个警察局之后呢 发现那个警察局就一台福特的车都没有 就我问问一下那警察啊 那警察跟我说 说这个因为我们局长不喜欢福特 这你受得了吗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拍了那一期视频给大家 但是反应还不错 大家看到那个车里面的各种的布话机啊 警车啊 反应还是非常的好的 另外呢 之前很多人都在说警车的这个减震 还有轮胎 以及它的方向机 跟这个民用版本的有很多很多的不同 但其实我问了警察之后呢 他们的那一台 而且是这个专案组 专门负责控枪的一个小组的这个警车啊 其实跟你买到的平常的车 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要说的呢 就是我们去年开过的最爽的一台车了 这个有两个候选车型啊 第一个是Nismo GTR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到期挑战者地狱猫 最终呢 我们选择了这个地狱猫 因为当你真的去体验一下 这种大排量机械增压的这种推背感的时候 还有那个激增的那个呃的那个声音的时候 真的那个感觉实在是太爽了 而且它原厂的排气 就可以带给你那种如狮子吼一般的感觉 真的是太速马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罗罗北美在去年最有排面的时刻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郑哥当时在筹备这个美国办公室的时候呢 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最快的汽车资讯 以及最好的汽车文化 那么其实美国当地的很多大咖呢 对于郑哥的这个想法呢 也都是非常支持 所以在我们的视频中呢 大家经常就会播放弹幕啊 说太有排面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回顾一下去年最有排面的时刻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去年在西马车展的时候呢 碰到了这个吴彦祖 然后第二个时刻呢 就是阿哈布尔市的一个警察呢 把我们带到了警察局里面 给我们去讲了一下 美国跟中国在驾驶汽车时候的不同 以及保罗沃克的弟弟 Cody Walker把他自己的S2000借给我们 那么最终呢 我们在讨论之后呢 认为去年罗沃北美最有排面的时刻是 Hello 罗沃八高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吴彦祖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聊聊去年罗沃北美的 最及时的手册视频 因为可能是由于这个地缘优势啊 我们比这个大部分的国内媒体 都能更早的拿到这些试驾车 比如说Nissimo版本的GTR 50周年的GTR 新SUPER 还有新的330 在国内媒体试驾新3系之前的半年 我们就已经在美国给大家 产出了新3系的视频内容了 那么经过我们的讨论呢 去年罗沃北美最早的这个手册视频呢 应该是Nissimo GTR 尽管说这台车呢 在年初纽约车车车就已经发布了 但其实包括美国的视频通行 他们都很少能拿到这台车 而在之后呢 他刚刚取得了主播赛道的 全世界最快量产车记录之后的第二天 我们就拿到了这台车 说这么多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也说一点不好的啊 就是去年罗沃北美拍的最哆嗦的视频 为什么呢 这个我大概举几个例子啊 候选车辆有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稻奇魁蛇的这个ACR版本 有一个8.4升V10的手动大排辆真男人的车啊 你说你开能不哆嗦吗 然后之后呢 是这个当我们拍那个RWB中景奇老师 搁车时候的那个画面啊 当时我们真的给这中文池老师买了一条烟的 他在接受我们采访 所以当时确实有点哆嗦啊 然后呢就是郑哥来美国探班的时候 你说那个好我们心心的拍拍拍 忽然啪就把麦举给我了 我能哆嗦吗 对不对 经过我们的讨论 去年罗北美拍的最哆嗦的时刻就是这个ACR 因为这个车啊 在美国售价呢 现在应该是在10万到20万之间吧 看什么橙色啊 当我坐进去那些车之后呢 那车就跟我说 哎那个兄弟保险够哈 然后当时一下我就哆嗦了 因为在美国啊 这个开车的时候 这个保险人身伤害 保险这个造成的金额是巨大的 可能你把这个车借给别人之后 你们家房都没有 那么在这呢 也要感谢啊 去年一年所有支持 我们把车借给我们的朋友们 在这里真的是衷心的 感谢大家 那接下来呢 要盘点的就是去年 我们拍过的最贵的一条视频啊 这里面有麦凯伦的GT3赛车 MP4 12CGT3 以及麦凯伦的Hypercar Sina 还有呢 就是华人富豪的三大神车 我们算了算 应该说这个华人富豪的这三大神车 算是最贵的一期了 那么在这条视频中呢 我们拍到了法拉利的F40 兰博基尼的Diablo S1 以及布加迪的EB110 而且是一个全球只有一台的裸碳的EB110啊 不仅仅是因为这三台车加在一起的总价非常高 而且呢 这台EB110在拍完我们节目之后 就成功的卖出去了 这个新的车主呢 拿着这个EB110在Jelano Garage成功的秀了一把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聊聊去年最尴尬的时刻啊 其实这个尴尬的时刻呢 还是挺多的 比如说最早当我们拍这个新三戏的时候 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什么设备 所以说呢 我们还需要拍完了画再去录音 然后最后再对口径 所以还是比较尴尬哈 然后之后呢 我们还去参观了这个好莱坞的团队 如何的拍追车大片 所以我光光呢在那拿了一张罚单 那我们想一想去呢 这个最尴尬的时刻啊 应该就是光光拿罚单的这次了 因为那天呢 我们是跟着这个两届艾美奖的得主啊 前Jelano Garage的制片人Robot去拍片的 头一天呢 他们带我到一个盐湖啊 我们都是一顿足飘 非常爽 然后之后呢 光说这点实在太好了 所以就要再去一回 那再去一回之后呢 很不幸啊 就被这个森林警察给开了两张罚单 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时刻是去年最尴尬的时刻 那接下来呢 就是去年我们罗伯北美拍的最有情怀的一台车啊 这里面有那个 你的GTR怎么跑得过我的RX7 FC 还有这个老的本田的NSX 以及说我们曾经带大家去看过一个美国的老爷车的早逝 这几天视频啊 那么我们讨论之后呢 认为最有情怀的应该是那台RX7 FC了 为什么 因为那台车是现在全球卖数最低的一台FC 就是马自达的日本的研究人员到了美国 也要来拜一拜这台车 那最后呢 我想说啊 这一年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 陪伴着我们罗伯北美一步一步的成长 也感谢这个公司的各个同事 以及郑哥对我们的信任 那有喜欢这条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你们多多的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视频 我们2020继续走起来 随后再回答大家两个问题啊 就是很多人都在问我们的 就是第一呢 大家说为什么说你是贵士 平车第一人 那摄影师让我贵着 我不就贵着吗 对不对 然后第二呢 就是大家很关心光光的体重 其实这个问题 我就不太想跟你说了 基本上等他回国之后呢 这个半吨聊车就变成一吨了 谢谢大家